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八八八 网传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 把日体灯已经定了 只不过延期到八月开机了 导演化成了长相思的情侦 许多迪丽热巴的粉丝表示非常不满 他们觉得这是给陈飞宇台咖 而且陈飞宇会撂满天飞 他们也担心会影响热巴的口碑 但是吧 陈飞宇这边还是挺满意热巴的 毕竟他目前的存货 陈飞宇在一众IP国偶里面 爆香也不是很明显 这种情况下跟热巴炒CP 就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陈飞宇之前跟张静怡炒CP 提纯CP粉吃红利期间 陈飞宇方面小动作不断 这么说吧 当时这个CP大部分的红利 都是被陈飞宇的瓜分走了 这事已都已经传出圈了 所以热巴团队对陈飞宇炒CP 这个事都比较反感的 他可不想干忙 我半天都给别人做嫁衣 现在结不结这句他还在犹豫 但凡最近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应该是打死也不会选择 白日提灯的 本次小宝贝也不用太着急了 再等两天 说不定就会有好消息了呢 alo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